大家好,欢迎回到麦子学院 上节课我们已经将这个demo1制作到了这个home区域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制作这个BBS的这个论坛区域 BBS论坛区域呢,它其实很简单 就是有这个这么几个这个图标 那么论坛图标,那么我们点击之后呢 可以跳短到我们这个对应的论坛里面去,对吧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如何来制作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编辑工具 然后呢,在这里home的下面呢 我们来新建一个这个区域 给它一个BBS的这样一个处置 好 BBS,然后呢,还是同样的用这个section 然后给它一个这个ID 好,ID等于什么呢,BBS 然后呢,在这个导号上面呢 给它这个加上去 然后呢,在这个导号上面呢,给它这个加上去 DV,DAV,class呢,等于这个continuer 好,然后呢,DAV class呢,等于这个ROW 好,三个区域 DAV,然后呢 给它这个class 是这个 COL-MD 那么,三个4,那么就是12,对吧 12,好 每一个区域里面 每一个呢,占了这个三个的四份 那么就是,一共就是三份 好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来写它的内容 首先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图片,对吧 首先是一个这个导号的图片 好 在这里呢,我们把这个图片的素材呢,拿过来一下 好,在这里 素材里面呢,复制过去 然后,到项目里面来 暂贴 OK 好 首先是一张图片 好,图片呢 给它一个MG 是这个 IMGS下面的这个A点偏近 然后呢 这个LT呢,我们这里就暂时不行 好 然后往下的话,有一个这个标题,对吧 有个这个标题 标题的话,我们就用这个H3来写 好,先把这个标题呢,复制过来 H3来表示标题 然后呢,段落里面的文字 好,文字呢,复制过来 一个段落 P 好,那么这个呢,就是第一个区域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BBS在这里 好,没有问题,对吧 没有问题 我们先把这三个区呢 都给它这个写过去 好,三个区都给它写完 把这里直接的复制一下 好 第二个呢,是这个IOS开发 好,那么是下面的I 然后是嵌入式的这个开发 然后是B 好,然后把这个标题呢 给它这个,复制过来一下 第一个呢,是IOS 第二个呢,是这个嵌入式的开发 好,然后把这个描述 好,到了描述给它拿过来 好,这个时候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三个,没问题 但是呢,我们要对它的这个样式呢 进行一些这个调试 对吧,样式调试一下 那么我们找到这个CSS里面呢 这里 好,打个注释 这里是这个BBS的 然后呢,选中这个BBS 好,首先给最外层添加样式 那么最外层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里它已经是什么 紧挨着上一个这个区了 对吧,上一个这个图片区域 好,那么我们首先 可以给它加一个这个padding 好,padding呢 上一下80 然后呢,我们要让这个里面的内容 好,让它这个文字 G中来显示 对吧,G中来显示 好,给它一个G中 好,G中显示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没问题对吧 G中显示 然后呢,我们需要给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呢 以及这里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H3呢 添加一些样式 首先我们要让这个图标呢 进行这个自适应的缩放 对吧 现在我们来缩小 好,它不会自适应的缩放 好,那么我们给它进行添加一下 好,同样的 那么会用到这个上一课这里讲的这个class属性 好,把这里呢 也给它拿过来 amg class class等于这个amg 好,然后呢 三个都给它这个加一下 好,那么这样的话 三个呢都会进行这个自适应的缩放 好,现在没有对气 我们先好,先忽略 然后先来看一下 它是否进行自适应缩放了 对吧 有一个明显的这个变小的这个过程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处理它的这个 什么呢 它的这个居中 好,整个来处理呢 我们只需要在这里给它加一下 好,选中这个bbs 下面的什么呢 amg 好,给它一个这个measure 等于什么呢 0 2 好,这个时候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那么它就居中了 对吧 它就居中了 缩小 可以自适应缩放 好,然后呢 它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字的这个字体 对吧 文字的字体 好 这个h3 先来看一下 把这个h3的字体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编辑器里面呢 在这个谷歌留言器里面来进行调试 好,现在呢 它是这个默认的24个这个大小 对吧 好,我们给它这个进行加出 直接给它加出看一下 好,那么加出之后的效果呢 就和我们这边一样的 对吧 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给这个h3呢 加一个这个加出的效果 好 请一号bbs bbs下面的h3 好,来一个字体加出 然后再来刷新看一下 好,没问题 都已经加出了 然后是下面的这个p段落 那么这个p段落呢 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些行高 那么也可以不加 对吧 这个行高的话 现在这样默认的也比较好 对吧 也比较好 好,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不加了 对吧 行高的话就不给它加了 好,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只是把这个图标给它加上去了 那么我们应该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个链接 对吧 加个链接上去 好,链接的话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这个整块呢 加一个这个条链接 好,那比如说 我们把这个链接 链接到哪里呢 链接到http 迈子学院的官网 3w.mites edu.com 好,我们可以直接把它链接到这里 然后打开方式呢 target 好,新窗口打开 可以直接这样来 好,复制一下 然后进行一下排版 缩放 好,然后呢 来刷新看一下 好,这里的话 现在这个字体颜色的话 它就会变了 对吧 如果给它加上超链接 那么这个呢 如何来处理呢 好,我们在这里呢 在样式里面呢 给它定一下 应该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amg的上面 对吧 因为这个超链接呢 实在推先出来 好,a 那么首先这个颜色值的话 我们给它还原成 默认的这个颜色值 对吧 好,比如说给一个警号666 先看一下 好,666的颜色值呢 不够,对吧 不够 好,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调试 好,这里选择一个 比较深的颜色值 好 选择一个比较深的颜色值 然后再来刷新 好,就这个黑色 没问题 然后呢 需要什么呢 把这个下滑线 下滑线给它去掉 对吧 朝链接的这个下滑线 好 然后再来刷新 这里的话应该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对它的这个 选重状态进行处理 对吧 警号BBS 下面的A However的时候呢 这个下滑线呢 为空 none 这样来 刚刚应该是这个打错了 好 没有对吧 没有下滑 没有这个横线 下滑线 刚刚的话应该是打错了 把它直接放进去 应该是可以的 好,来刷新看一下 好,没问题 那么这个呢 我们就把它去掉 好,刚刚这个打错了 好,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 论坛部分的这个制作 好,实际上呢 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些 这个效果,对吧 还可以给它加一些效果 比如说选重之后 这个 整个这个DAV 都加一些颜色啊 等等的 都是可以的 这里的话 我们这个按键里面没有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里加一下 对吧 我们可以加一下 好,我们可以直接在这里审查元素 然后来进行这个效果的这个调试 好,这个超链接 在这里,对吧 好 选重这个DAV超链接 好,看一下 选重这个 什么呢 它上面的这个CVLGD-4吧 对吧 选重它 它现在的话 默认是有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padding 对吧 padding, red, left, left, 15 对吧 好,这里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padding 呃,15 好,直接加一个这个padding,15 这样来 然后呢,给它加一个这个什么呢 背景颜色 blackground 给F1,F1,F1 好,这样一个颜色去 然后呢,可以给它这个box -shadow 1,px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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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以给它加一个这样的属性 然后呢,把这个呢 复制一下 好,复制一下 拿到我们的这个里面去 然后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警号bbs 警号bbs 下面的什么呢 点col-md-4 however状态下 好,使用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刷新 先把这个padding 给它这个 放一下 padding给它这个放进去 因为它默认的话 只有什么呢 只有这个左右没有上下 好,我们就给它加一下 然后再来刷新 好,鼠标一上去呢 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当我们缩小之后呢 这里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效果 好,没问题,对吧 没问题 但是呢 这里这个外层好像出了两个问题 外层的这个padding 我们检测一下 外层的这个padding 好 外层的padding的话 应该是上下80左右为0 对吧 左右为0 因为不然的话 现在的这个情况下面 它缩小之后呢 这里这个两边的这个距离的话 就是已经是这个80了 所以说这个 应该要这个更改一下 然后刷新一下 F5 好,那么这样才是正确的 对吧 好,没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论坛 论坛这个区域的这个制作方法 好 那么这些课呢 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来这个学习 制作这个 好 F5的这个区域 好 感谢大家的收看